前段时间媒体报导说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要访问大陆 但是呢同样的也有美国非常权威性的纽约时报 这个权威性的主流媒体的爆出来了 就是中国大陆在古巴投资这个对美勤收啊 这个就是相关的设施以及勤收能量这个事情 其实啊这个就内容而言呢 其实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只是主流媒体在这个当口 然后利用啊这个来做文章 让我们想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 本来布林肯也要啊这个出访中国大陆 那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情形 跟这一次的套路几乎是完全一样 就是先爆出来一个探空的气球 飞入美国的上空 其实大家今天到现在已经发现 那个根本啊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 无论是当时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顶或者拜公 都啊再三的保证 这其实啊没有什么 但是媒体啊一直在那边炒作 最后呢不得不派出F22啊 这个战斗机将啊气球来击落 击落之后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找出任何一个 什么奇怪的结果 那同样这次啊 说是在古巴那边呢 就是啊这个有这中国大陆在面投资啊 这个情报啊收集的事情也是炒作了两天 然后嘎然而止 虽然有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跟着啊这个纽约啊时报 然后呢跟进了报道 但是呢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的去啊形成啊媒体啊震撼的效力 但是呢我们观察啊这个媒体啊整个的操作的手法跟今年的年初啊那个啊是极度的相似 所以呢我们呢在这边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政府啊这个内部或者美国的政坛内部其实啊相互之间有所角力 也就是现在拜登政府啊他所希望跟啊中国大陆以建设性的方式啊这个往来而且寻找合作的空间 在很多人的有心人士的这个操作之下希望让这些啊沟通的管道啊都或者说是啊 两边寻求合作机会建设性的往来的这个方式而存心让他破局 那我认为呢就整体来而言美国啊这个政治啊相当的极化 不光说是啊就是所谓的共和党跟民主党在啊国会之中 这个整体啊对于同样的事情啊就是黑的跟白的现在啊不问啊是非 只问立场两个相当的极化 同样行政部门跟啊国会之间也会啊相互啊交际 而且呢大家没完全已经失掉了这种啊这个我讲啊这个贫贱夫妻啊百事哀 也就啊他们呢丧失了自信心 而且呢这个两个之间啊相互搅局 而且啊相互去约制的那个就是以前啊他们讲所谓的制衡 现在呢已经走到相互去啊难堪跟极化和斗争 而且互相给小邪的地步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假如有不同的政治的思维或者存心希望 两岸之间能够冲突发展起来的人 当然希望美国拜登政府跟中国大陆之间不法建设 建立啊沟通性的管道而且的建设性的往来的关系 所以有人啊这个有心人存心让他破局一点都不让啊让人意外 所以呢面这个现在的拜登政府啊 面对啊这些啊 层层排山倒海来的阻力以及各种的媒体操作各种的方式呢 我认为他改善关系啊确实是啊相当困难 因为改善关系啊除了啊 就是说因为他最主要这个对外的关系是由行政部门所掌握 而拜登政府呢他所讲的事情确实有很多地方有人在那边扯后腿 后面啊放冷箭而且啊穷脚局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两边的关系呢要继续发展 我认为啊存在了很多很多的变数 也有很多很多的阻力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突然啊这个一下浮现出来一个新闻 就在今天6月14号浮述一个新闻 是什么呢 就是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务委员兼啊外交部部长秦刚 跟啊美国布林肯啊这个国务卿啊 这时候两个外交首长这个进行了动这个就是电话通联 而这个时候啊电话通联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发布了声明 而且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发布了新闻稿 他不是发布啊所谓的新华社的整个新闻通稿 而是有外交部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通联的事实这个存在 所以在这个情形外交首长这时候通联 我认为情况整体看起来啊是相当相当的不乐观 假如说是像很多的媒体最原始的报道 尤其啊像啊这个美联社原始的报道说声称布林肯啊将在5月啊将在6月啊15号啊这个起程出访 假如今天他啊明明就要起程出访大陆我想啊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直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没有宣布啊他要出访的行程 假如啊今天双方要啊这个出访 为什么还在最后一刻啊去啊这个通联 这时候有两种的判断一个是这个很可能破局 第二个是出访但是在出访的最后一刻两边有些啊什么的交易或者谈定的事情啊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看来啊状况不乐观 因为有两种诠释一种是双方啊破局了一种是双方啊真正的是成局了但是呢在起程之前要再三的说明 而且要敲定啊双方确实啊这个要谈定的交易谈妥了 假如两方能够谈定的交易的话我们呢就应该要这个担心 为什么呢因为两方最大的争议思想就是台湾 而在台湾之中呢这个美国呢会不会啊在我们背后啊做出任何的让步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应该去啊在啊阅读这些外交啊这些寒电或者声明之中 明确的去理解之中自理行间是不是安安排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案盘的交易 各位我们在啊1979年曾经被美国出版过我们呢在啊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啊 从1919年1949年1979年三次啊很惨重的啊这个经验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步步为营去啊维护我们的利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们保持啊相当的怀疑这是健康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这个治理行间之中 中国大陆的啊这个外交部所发的新闻稿毫不保留 也且非常不客气的讲明了啊台湾议题如何如何如何 而且认为美国并没有依据啊这个他们呢在啊前几 这个啊这个上次啊这个习近平跟啊这个拜登 两人在这个巴黎岛之中见面啊所达成的共识 美方没有认真执行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进行了这辆通联 但是美方所发的新闻稿之中却又避重就轻 而且啊一直表达他们呢不放弃寻求合作的机会 但是呢两方最大的一个啊这个外交啊关系上的障碍 就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之中 中国大陆不断的指控美国啊在掏空啊一中原则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夹在中间我们又是当事者 我们必须啊要真正啊这个小心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啊到面对国内的选情 上次啊AIT的主席啊罗森伯格女士啊 这个已经来到台湾而且呢他啊透过这个记者啊 媒体的座谈会以及见到啊这个三方政治蓝绿 以及啊白三方政治势力的啊这个出马竞选啊代表者 然后呢他啊公开的表态美国啊不会在台湾啊 这个未来二年就是2024年啊中央公职人员的选举之中 选边站我今天啊讲这个很实在话这个就美国今天能够这样讲 说是美国啊没有选边站到底有多少人会相信 美国一直啊在啊指控其他国家人在啊这个影响他国内的选举 但是啊我啊经常认为这是啊做贼的在喊说贼 所以呢台湾啊去影响或者啊去要干预他这个或者操作台湾啊选情的走向 这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事实 但是呢这次很重要的他释放出了一个消息 他要鼓励两岸对话陆委会马上立刻啊在那边发表声明 他们希望能够啊是不设前提下的对话 但是却不知道啊讲这个话就是自己打脸 因为你要求别人啊不设前提啊才肯对话 那就是在设定不准设定前提我才对话 所以你就是在设定前提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啊这个绿营政府啊到底能够啊这个装傻啊有多久 我这个觉得一定啊这个大家可以怀疑 因为呢美国的态度就已经确认两岸之间存在了某种死结 而他愿意啊公开的表态 那个话不是说给我们听 那个话摆明的是说给北京听 也就是说今天两岸之间没有对话存在死结 我是知道的 但绝对不是我在从中作梗 而绿营呢完全傻傻的在那边啊提着 哦当初也不知道谁给他啊这个指点就啊弄出这一招 所以呢绿营到现在啊就是不能看清楚 他就是缺了那个通关密语 而那个通关密谷就是九二共识 今天啊绿营不断的去丑化九二共识 将两岸唯一的深入都需要把它卡死跟卡断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今天啊也是啊要很明白的在讲 今天你没有这个通关密局没有办法去啊这个啊 去啊接受九二共识所表达的这个情形 那你啊一再的丑化他最后你只要执政就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 所以呢美国啊在这个啊现在面对两岸这些啊形势 他啊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支持啊沟通对话 为什么他要支持沟通对话 因为他希望啊能够啊这个啊将两岸的形势啊降稳下来 他认为今天这个造成这些啊两岸没有办法沟通对话 因为美国也确实啊肯定过马政府啊当时有建设性往来的关系 所以呢今天啊我去问问赖兴德他当初能够去啊他录访问 也就是因为马政府那时候接受九二共识 就他今天各种讲九二共识之后就会啊让台湾灭亡 请问一下马政府啊是啊这个承认而且接受九二共识 为什么台湾到居然没有灭亡所以呢就是啊这些人就靠谎言支持而啊过日子 那美国呢为了啊让我们啊放心在这边鼓励啊支持啊沟通对话 来降低啊两岸啊紧张的啊态势跟降低啊这些温度的时候 他特别啊再三重申表台这个对台的承诺不动摇 各位美国的对台承诺啊要是啊你真正完全相信啊毫无怀疑 那你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啊这种啊所谓的钢铁般的关系 所以如何如何各位这根色啊你啊只有靠自己 美国讲的很好有善意我们记得听到了 但是呢你要认为他的承诺完全都是他能主导 没有没有这回事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自己很多 第一他自己内部自顾不暇 第二现在跟你发话的人呢也有人去制衡他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一再宣布美国对台的承诺不动摇 我认为任何事情大家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怀疑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啊面对2024年的中央公职啊 这个人员的选战马上马上就要开始升温 而且选战越来越热烈我在这边啊其实也很坦诚的讲这话 美国啊说是没有操作台湾的选情发展那这些五眼联盟啊 澳洲那个王立强那个冤案到现在今天也没有啊交代 当时涉嫌的大陆人士到现在也没有离开台湾 我们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标准而且我们其实是不及格的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北京啊也啊将啊态度讲得很明 他啊这个态度啊其实是相当的坚定 北京对于啊我们2024年的中央公职人员的选举 他认为选上谁其实都是一样 他要的要求是对事对原则 他也不会去偏谈认为谁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因为政治是一个会变化的事情 有很多的态度啊会需要改变 所以呢今天啊这个这个事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的赖清德 他多么的痛恨网军 可是你看了没有当网军对他的选情是很重要的时候 你看他会不会改变 所以啊今天政治人物是多变的 但是北京呢态度呢也是有变化 但是对于2024的中央公职人员选举 他的态度是相当坚定 他绝对不会要涉入这个选战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为有哪一个是值得支持的 也不认为啊他支持哪一个可以真正颠覆两岸情势的发展 所以呢他现在这几年来对他的关系一再啊去强调他要超市在我 是要他要自己牢牢的掌控两岸情势发展的主控权 所以呢他不是啊既往说是台湾谁选上了能够去如何如何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啊大家要一定要认清楚 美国对于啊这个中国大陆啊整个啊政策跟态度的变化 以及美国内部自己的政治正情 对他们啊这个改善关系的约制的力量 那最重要的是也是要知道我们啊这个就是 北京跟华盛顿之间关系会影响到啊台北政坛的稳定 我们在52台被撤罩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这样触及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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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的就是决定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